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由于美国昨天公布了 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 让市场对美联储能够 推动美国经济软着陆的 这个希望的备受打击 最新的通胀数据 令华尔街措手不及 美国股市跟债市再次遭遇血洗 出现了自2020年6月以来 最严重的抛售 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按年增长了8.3% 虽然低于7月份的8.5和6月份 创下的40年来新高9.1 但还是高于市场预期的8% 预示着美联储很有可能会 在下个星期再一度升息 粉碎了投资人对于美联储 会放慢升息脚步的期待 对市场新的信息反映非常敏捷的股市 立刻受到影响 美股昨天收盘重挫 道琼斯指数狂泻1276点 标准波500指数暴跌于4% 纳斯达克指数暴跌5% 三大指数都创下了两年多以来 最糟糕的单日跌幅 被形容是2020年6月份以来 最悲惨的一天 然而正当华尔街 因为持续性的通胀 而弥漫着一股愁产物的气氛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却在白宫 为他上个月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 举行庆祝活动 这项总值7500亿美元的法案 主要是增加对大企业征税 应对医疗保健 清洁能源和对抗气候变化 以及缓解通胀和减少赤字 不过有不少分析认为 这项法案并不能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反而会加剧通胀 就在拜登在白宫发表 吹捧通胀削减法案演讲的时候 正在转播中的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CNN 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 似乎意识到时机不对 随即切换掉了拜登讲话的画面 CNN随后开始报道美股资讯 MSNBC就转向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司法纠纷 两家媒体最终也没有给回白宫现场画面 由于通胀增长比预期大 增加了美联储更积极升息的可能性 美国股市昨天跳空开低 截至收盘 道琼斯指数狂泄将近1300点 创下自2020年6月以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同时也引发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剧烈转当 然而在美股受创的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却在白宫为通胀削减法案的通过 大搞庆祝活动 台队上不但没有提及 小早前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 引发股市暴跌 拜登还声称 最近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 将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 美股表现惨淡 拜登却似乎乐观看待 在当天交往一下的时候 拜登在记者的追问下 只是简短回应 股市不一定能够反映整体的经济状况 美国的经济依然强劲 他表示自己并不担心最新的通胀数据